過去面前是關在湯田的受傷 往往都要做X光來檢查 如果要做一步檢查關在周邊的金肉 就要使用核磁共振來檢查 不過核磁共振只能做一台檢查 有一點不便 對處理由紀美病醫 給健康的主題醫師傳播尾表示 不僅相信的技術 是利用高頻超音波來進行北京檢查 傳統的話可能就是會照X光 然後吃藥做一些熱膚電療 那我們現在在流盈奇美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比較新的方式 就是會用超音波 那超音波的話它是一個動態的檢查 大部分的人可能他的骨頭都沒有事 主要是一些肌腱、韌帶跟關節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有超音波這個機器之後 就是可以確定這些軟組織的問題 但是數標時高頻超音波 不然是可以用來檢查 插出背景之後 也可以利用超音波 將使用的補兜糖水 做下去有白皂的地方 經常來治療 參與時五十間網球手和媽媽手 甚至是膝蓋有關節體化 都可以透過治療 在到這麼便宜的效果 注射的意思是說我們可能 就是比較大量的水啊 就是葡萄糖水打進我們的關節 去讓我們這個五十間關節的佔炎的話 可以有比較好的角度的改善 除此之外也可以讓就是疼痛的指數下降這樣子 那所以病人在日常生活啊 或是做一般傳統復健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進步這樣 大師傅前一步表示 雖然運用超音波的治療效果不錯 但是過程當中 如果是配合到傳統物理治療的儀器 也有專業買物理治療師的治療 效果會更好 大師傅也建議民眾 如果是有骨頭筋肉痛痛的問題 要找專業買福建的醫療團隊 才能在到基石也有適當的治療 但是有些人回給我們 我們平行作出這次的工程 才治療成小菜 13-15分裂 用妳的新郵肌肉 在涼量 在這裡 可以是六百分裂 到七百分裂